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作者 书云 播讲 夏秋年 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到上海 9月10日吃过午饭 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 立即把专列调回来 马上走 不要通知陈丽云他们 毛泽东似乎知道陈丽云的活动 对他分外警惕 汪东兴说 不通知不行 为什么呀 您不是一般人 来的时候都通知了 走时不通知不好 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泽东说 那就不让陈丽云上车来见 不要他送 汪东兴说 那也不行 会打草惊蛇 是不是请南平陈丽云 毛泽东打断 还有一个空武军的军长白宗善 这个人也请来 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毛泽东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丽云赶快解释 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 但没有庐山会议 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还不彻底 还没有总结 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 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 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 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 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 一个是天才问题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 当时兵荒马乱 那时还需要吗 九大后就不同了 要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那几个副词我圈调过几次了 九大的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 我就圈去了 九大党章已定了 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 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 他马上要走 汪东兴回忆 在毛主席同浙江省级军区负责人南平 雄应堂 陈丽云谈话的一个多小时里 我忙着调砖列 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 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 便转往上海 由于我们的行动非常快 使得陈丽云和王维果等人措手不及 陈长江回忆 九月十日这一天 就像往日一般 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 没有任何特别的安排 这天上午 我们与驻地的警卫营 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天太热 上场的队员各个像水洗一样 中午又吃的是热面条 犹如火上浇油 战士们刚换上的衣裤 马上湿淋淋的了 午饭后大家都洗了衣服 中午刚过 毛主席突然说马上就走 没说去哪里 刚洗的衣服还在往下滴水 怎么办 我让战士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 全部带走 马上登车 所带东西包括厨具都装上了车 我们并不明了真正的敌人是谁 在哪里 但我们很快进入状态 做好了出行的准备 前卫车和后卫车的分队人员提前行动 因为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开 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 留下三十多人随我跟专列一起行动 毛主席乘一辆小轿车 由汪东兴陪着 我和张耀茨坐车在前面开路 警卫战士乘一辆面包车紧随其后 由于毛主席是突然行动 我们又提前控制登车地点 因而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利 临走没通知任何人 陈丽云却来了 据汪东兴说 没让陈丽云上专列 只与他握了握手 陈丽云问车开后 要不要通知上海 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 因为陈丽云在汪东兴的屋子里 汪东兴躲到主席的房里 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 他让陈丽云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 这两个人都可以 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 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 后来汪东兴核实 陈丽云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3点40分 专列从绍兴返回 14点50分抵达杭州 16点 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 向上海方向及时 18点10分 专列顺利开进上海 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但是按照汪东兴的说法 毛泽东专列是22点以前到的上海 路上走了五个多小时 三个多小时 谢谢观看